退休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 星期三刊有開刊批評 部分香港人濫用司法覆核制度 將法庭淪為與政府辯論政策的地方 舉例說 港珠澳大橋工程橫評報告官司 令工程被迫停工5個月 最終整項工程延誤長達2年 造價大幅上漲 全港市民都要負上經濟代價 而學聯前常委兼港大學生會前會長 梁麗國入品挑戰 政改方案第二階段諮詢 以及要求重新啟動諮詢程序 梁麗國更在入品狀 將特首列為第四答辯人 但法庭判詞中 根本一隻字都沒有提及特首 批評梁麗國的申請 是嘩眾取寵 應該予以譴責 至於無線電視入品挑戰政府 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案件 列顯倫認為 事件只是涉及無線一方的利益 不涉及公眾利益 法庭應該很容易拒絕它的申請 但法庭仍然展開聆訊 最終果然發現 沒有可以爭辯的地方 列顯倫強調 司法覆核應該只是針對政府的非法 粵權或濫權行為 而不是用來針對政府的政策本身 這是三權分立的重要基石 另外他也批評法庭 在決定是否接立司法覆核申請的時候 需時過場 要解釋一些簡單理據 仍然用了擁場的判詞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